大家好 我是言語醫師 那在臨床上啊 其實大家最常被問到的就是女生最困擾的臉 臉看起來很肥胖的問題啦 其實臉部肥胖啊 有很多種原因喔 第一個當然是代謝的問題 造成水腫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不管是先天或是後天因為飲食因素造成的脂肪堆積 有些其實是真正的肥肉 那有一些呢 其實是那種過度的使用的咀嚼肌 就是譬如說不管是因為焦慮因素啊 或是吃飯習慣用某一邊咀嚼 那導致於他兩側的這個我們下顎這邊 這個腳 咀嚼肌過度的肥大 所以造成臉會看起來比較方 然後比較大 今天就來教大家如何運用中醫穴位 然後把臉部的暗沉 不管是水腫還是肥胖 通通擊退 臉部的肥胖啊 用西醫的名詞大家都會說是代謝不良 那代謝不良 我們如果用中醫的名詞來解釋啊 一開始一定就是所謂的氣的氣質 氣血不通順 那這個氣血不通順啊 就是代表說我們人呢 經絡在走的時候啊 它產生了一個組織嘛 它沒有 該往前前行的時候 它遇到了組織 這個時候就會有一些濕氣或是痰濕的停留 它過度的停留 一些廢物該被往前走 往前然後被帶走 然後它卻沒有 它卻停留在這裡 然後堆積在這裡 有很多應該被排出去的痰濕被堆積在了我們的臉部 久了就形成了所謂的水腫 那再更久了就形成了痰濕 那這些東西 用西醫的語言就是水腫或是脂肪 那如果說再更久了 氣血不通順 一開始只是氣質 時間久了會變成是血淤 淤的話呢 它就會有顏色 色澤的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是臉上的斑點 或者像是黑眼圈 像這樣子程度的 呃 嚴重性的話 我們就不只是 呃 代謝不良了 我們就會說它已經到了淤的程度了 再來就是講說 為什麼 呃 同樣的一個人 他會比較容易有這樣子的 呃 水分代謝不良的問題呢 他為什麼比較容易會有濕氣堆積的問題呢 其實啊 因為現代的人啊 大部分都喜歡喝冰飲 然後很多人啊 他們喜歡就是 結食 然後就吃青食嘛 生菜沙拉 所以大家 尤其是現代人都 脾胃其實大部分都是寒的 都是虛寒的 那我們大家知道說 其實脾胃啊 保持溫暖 保持它的韻化良好 是非常重要的喔 因為脾胃是我們最主要 排濕氣的器官 所以如果我們脾胃的韻化不良好 它連每天固定要排的濕氣都沒有排 都沒有幫你正查排出去 它還 你還製造多餘的濕氣 所以呃 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就變成 久了你一定不僅是臉腫 你可能四肢都容易會水腫 有的人會久了 甚至有一種 有一種叫做肾虛型的 他就是可能經常都熬夜加班 然後呃 長久下來 他可能甚至會冬天的時候 呃 手腳都容易冰冷 像那一種的就是已經不只是 在局部有水腫的問題了 他甚至還影響到別的脏腹 已經不只是在脾胃了 還有肾啊 還有心啊 各種的問題 所以他們因為吹空調 然後因為喝冷飲 他們都還是手腳都是冰冰的 然後吹到風還是很容易會不舒服 像這一類型的病人 我都跟他們說 一定要先好好的先從脾胃調養器 然後從飲食調養器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跟我們的生活習慣息息相關 其實我這裡要特別強調一下齁 在臨床上我也常常都跟病人說啊 就是不要自己當自己的醫生 不管你想要透過什麼食療啊 一定要先詢問過你自己的那個中醫師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體質的偏性嘛 所以你一定要詢問過 你自己平常在看的中醫師 你適不適合吃 然後不要只是網路上看到人家推薦什麼 或是就自己去吃 那像我在這邊推薦呢 我也會推薦比較平和的食物 就是偏性不會太大 那你還是要詢問過你的中醫師 然後再記得去吃喔 那譬如說如果是消水腫的話呢 像一些紅豆啊 藝人啊 這些比較常見的其實是可以的 那我會建議其實女生啊 女生養嬰其實很重要 一些膠質比較多的 像冰糖 銀耳 蓮子湯啊 這種這種天氣 你如果偶爾來一碗 欸其實當做甜湯是很好的 我其實最希望病人吃 記得要吃原型食物 像我就比較推薦你不如喝蜂蜜水 或者是說你喝烏梅汁 這些是天然的東西 記得吃東西的時候多想一下 就是擇食 我覺得擇食很重要 就是盡量選加工 就比較比較少的 那盡量盡量接近於原型食物的 這樣子會比較好 其實啊 像我自己平常的保養程序 我會習慣就是 從斬竹 斬竹在我們眉頭這邊 然後按到太陽 陽白 然後這個是陽白 然後再按到太陽 從這邊按到這邊 然後再來呢 其實我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就是我會一邊就是看電視啊 然後就是按就是從這邊 然後按到這邊 這樣子按 不管按幾次其實都可以啦 然後按完你也可以往上按 然後用手按也可以喔 你就是用手這樣按 然後往上推 其實當然是用滾輪比較好推 有一點重沒有關係 讓它就是有去壓到你的筋膜 它就會有一點 幫你把筋膜提拉的感覺 那這樣就是可以減少抬頭紋 然後還可以減少我們的皺眉紋 那第二個呢就是 從我們的銀箱 銀箱在鼻子的旁邊 然後再來這裡是全療穴 然後按到我們的聚療穴 那從銀箱按到全療按到聚療穴呢 這樣子按 第一個可以維持我們的蘋果肌的膨潤 然後還可以預防 也可以減少我們法令紋的生成 那它的按法呢其實就是這樣子 從這邊這樣子按 你看我其實是有一點用力的 就是你不要太輕 那至於你要按幾次 其實都可以啦 最後呢一定要做一下就是 頸部的就是這邊這邊 頸部下面的淋巴俗童 因為其實啊很多人臉的下垂 是因為啊我們頸部的擴頸肌張力太強 所以它會把我們的這個臉啊往下扯 所以大家都會忽略這一點 所以其實啊這邊 這邊的淋巴俗童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美顏針啊第一個我們要了解 它的針矩的特別性 它之所以特別就是它跟我們一般針灸 用在身體上的體針啊不一樣 它的針特別的細 細到像頭髮一樣細 所以它針在臉上的時候 那個細緻度 它所以痛感是非常非常小的 當然每個人對痛絕的感覺很主觀 有的人還是會覺得 喔就是喔就是針啊就是被針 它還是會有點怕痛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它的獨特性 因為它可以刺激經絡 第一我們臉有非常多的經絡 它可以刺激穴位 再來它還可以去調整我們臉部 各個不一樣的肌肉的張力 還有它可以去深入到肌肉層 再來它可以去調整筋膜層 那透過刺激經絡呢 它還可以去刺激我們的膠原蛋白增生 所以它可以用不同層的手法 施針的角度 然後不同的深淺 然後這樣去創造出 讓你的臉有重塑的效果 所以可以讓比如說像蘋果肌 我們可以讓它去重新膨潤起來 那像我們這個下顎線 因為人老化 你要看一個人 讓一個人怎麼變年輕 首先你要知道一個人是怎麼變老的 老化有幾個特徵 你看喔人一個人老化第一個 它這邊臉會先垂下來 所以它下顎線這邊會垂 再來蘋果肌它會先掉下來 眼眶這邊會比較凹陷 再來這邊會開始出現淚溝 所以其實這一些都是 然後這裡會開始出現法令紋 其實這一些的鬆垮 都跟我們的筋膜的張力 其實非常有關係 那如果我們能夠從年輕的時候 就在這些地方著眼 然後去加以加強 其實你就可以從預防 去達到說讓你一直停留在肌膚最好的狀態 你就不會去走到這個地步 那已經在這個地步了 也可以透過美顏針 去讓它慢慢慢慢的 回復到比較好的狀態 我覺得可以把中醫 當作是一種 concept就是概念 美學養生的概念 所以美顏針其實它也是 運用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養生的概念 只是我們把它運用在臉部的 美容保養上 當然大家都不喜歡老得快 大家都想要老得越慢越好 我是很相信這個方法 我自己就是很相信 這套方法是絕對很有幫助 當然我不是說它就可以去取代西醫 而是我覺得它是可以跟醫美的 西醫的醫美合力 然後來達到更好的效果 絕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